欢迎大家来到这里,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巴菲特的智慧,成功来自智利,职场中应该避免透露的七个事项。 当谈论成功和财富的智慧时,巴菲特的名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,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。 巴菲特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投资策略,赢得了广泛的赞誉,然而他的成功并不仅仅是源于他的投资技巧,还包括他对于成功和人际关系的深刻的见解。 在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巴菲特的智慧,特别是他关于成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观点,他的故事和理念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指导,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职场中获得更多的成功。 还可以引导我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。 第一部分,巴菲特的智慧,成功的人往往有一些共同的品质,如坚韧、决心和致志力。 巴菲特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,他的成功背后蕴藏着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智慧。 在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巴菲特的智慧,特别是关于他的成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见解。 巴菲特的成功不仅仅源于他的投资技巧,还源于他对自己的品质的深刻的理解。 他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智慧力的重要性,这是他认为成功的关键之一。 第二部分,智慧力的力量,成功人往往具备卓越的智慧力,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,聚焦在目标上,并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在巴菲特的眼中,智慧力是成功的关键之一,智慧力不仅包括对金钱的管理,还包括对自己情绪和行为的掌控。 在投资领域,巴菲特以他冷静和理解而闻名,这正是智慧力的体现,他能够在市场波动和诱惑面前保持冷静,接受自己的投资原则。 在日常生活中,智慧力也同样重要,他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时间、健康、人际关系和各个方面。 通过培养自己的智慧力,我们可以更好的抵抗诱惑,专注于长期目标,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。 第三部分,保持低调的财务智慧。 在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中,保持低调在财务方面至关重要,无论你的财务状况是富有还是紧张,都应该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。 在职场中,透露自己的财务细节可能会引起嫉妒,或者是不必要的关注。 因此,谨慎地处理关于金钱的话题,是明智之举。 不要让金钱成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障碍,太过张扬自己的财富可能会引起他人的纪律,甚至可能导致财务方面的问题,与人相处时,要更多地强调价值观和共同的兴趣,而不是财富的多少。 总之,巴菲特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在财务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保卫指导。 通过培养自知力保持低调,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职业,取得更多的成功。 第四部分,谦虚的人际关系。 谦虚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品质。 尤其是在职场中,与自大和傲慢相比,谦虚的态度更容易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。 巴菲特认为,过于自负可能会导致他人的反感,而谦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相处。 如何在人际关系中保持着谦虚,是我们将在这一部分深入探讨的话题。 首先,谦虚意味着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。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投资的业绩。 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他不仅仅坚持自己的看法, 还积极地倾听他人的观点这种谦虚的态度, 使他能够从其他人的经验和智慧中获益,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决策。 其次,谦虚也包括承认自己的不如和错误。 在职场和生活中,每个人都会犯错或者是遇到挑战。 巴菲特的故事告诉我们,关键不在于犯错, 而在于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并不断地改进。 谦虚的人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, 不逃避责任,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最重要的是,谦虚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积极和知识性的人际关系。 当我们谦虚地与他人相处时, 他人更有可能愿意与我们合作,分享知识和资源。 这有助于我们在职场和生活中建立更强大的团队和社交网络, 为我们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。 总之,巴菲特的谦虚教导着我们, 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,都要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谦虚的态度。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, 还有助于我们不断地成长和进步。 第五部分,保守自己的烦恼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总是向人诉说烦恼的人, 无论是关于工作、生活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。 这种行为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发泄, 但如果耐用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。 巴菲特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, 不要让别人置身于你的烦恼之中, 烦恼是生活的一部分, 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挑战。 然而,平凡地向他人诉说自己的烦恼,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的途径。 事实上,这种行为可能会让人们感到疲惫和烦恼, 进而破坏人际关系。 巴菲特认为,自己应当要学会处理问题, 而不是不断地抱怨。 当我们不断地向他人诉说问题的时候, 别人可能也会感到无能为力, 而我们自己也陷入了一种负面的心理循环中。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与朋友或者家人分享烦恼, 但是要适度, 而不是不断地陷入抱怨和消极的情绪之中。 通过学习有效地处理问题, 我们可以减少对他人的负担, 并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, 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, 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第六部分,谨慎言辞的重要性。 言辞的选择在人际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, 我们的语言可以传递情感、观点和态度, 但如果不谨慎地选择言辞, 可能会引发误解、冲突和矛盾。 巴菲特建议我们注意如何表达自己, 避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, 因为这只会三风点火, 破坏人际关系。 在职场中, 如果需要注意言辞的选择, 与同事和相识相处时, 要尊重他们的观点, 避免使用冒犯性或者是贬低性的语言。 同时, 要学会倾听, 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担忧, 通过与他人建立积极的交流, 我们可以建立更健康, 更和谐的工作环境。 言辞的谨慎选择, 还包括避免无谓的争吵和争执, 有时我们可能会被情绪所冲昏头脑, 陷入口舌之争。 然而, 巴菲特的智慧提醒我们, 这种行为往往没有任何的建设性, 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, 在与他人争论的时候, 要保持争论的目的是解决问题, 而不是增加紧张的局势。 第七部分, 尊重他人的感受。 人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, 是建立成功职业生涯的幸福的关键。 然而, 我们可能会伤害到他人, 而不置之。 巴菲特提醒我们, 要尊重他人的感受, 不要过于自我为中心, 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, 要考虑到他们的情感和需求, 避免使用冒犯性的言辞和行为, 确保我们的行为, 不会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 尊重他人的感受, 有助于建立更加积极和有益, 的人际关系,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自己更好地与他人相处, 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基础, 可以让人际关系更加的稳固, 有助于团队合作和友好的相处。 巴菲特的智慧, 为我们提供了在职场和生活中, 取得成功的宝贵指导, 他的建议包括保持自治力, 保持低调, 谦虚, 保走自己的烦恼, 谨慎选择言辞和尊重他人的感受。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投资界, 也适用于各个领域的人际关系, 在今天的社会中, 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机会, 还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。 好了,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,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, 点赞分享,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。